互联网的这个风口过了以后 他们才会知道这个互联网的存在 但是我在 我让他们在这个互联网最火的时候 让他们接触到了这个互联网 让他们学习到了这个互联网的知识 也让他们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创业 卖东西卖货做电商 是吧 做内容做直播 我觉得再怎么说吧 小冬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的 至少我把这些 我把这些山里面的这些孩子 让他们学习到了新鲜的互联网的试验 是不是 让他们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有一个一席之地可以发展 也让他们 也让把这些从大山里面的这些孩子 让他们带出了这个大连山 带出了这个大山 首先我说 我先说一下 什么叫把他们带出大山 可能这句话 你们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你们可能会认为 小冬 你是不是要把他们带到城里面去 这才叫走出大山 不是这样子的 我所谓的走出大山 是让他们 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让他们去 学习一些互联网的知识 接触 新的领域 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 这就是走出大山 我所说的走出大山 是这个 而不是让他们从农村里面 搬到城里面 就是走出大山 小冬的想法 不是这样子的家人 但是呢 回想一下啊 现在互联网上面 其实 很多粉丝啊 我是局内人 局内人看不到 一些事情 但是我相信局外人 很多人都是能看得到一些事情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局外人是看得最清楚的 我做了这么多的贡献 我把他们 我把这么多人带出了这个大山 虽然视频是演的 是吧 视频是演的 直播也是演的 但是卖货 我们总 我们卖的货 是真的吗 对不对 没有欺骗大家吗 是不是 也没有搁大家的韭菜 然后让大家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能有一席之底 能有自己的娘家人 是吧 能有自己的家人 能有自己的娘家人 宁家人 是吧 什么西家人 让他们融获了 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融获了这么多的家人 我觉得 我是有贡献的 我不能说我在他们身上有贡献 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 我至少促进了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年山啊 贫穷的这个地方 促进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互联网的发展 是不是 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啊 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个互联网 我带大家 我没有带骗大家 对不对 人家有团队也在 这个大连 大连上发展 人家有很多团队也在这个大连上发展 但是大连上发展的很多人都被抓了 因为他们卖讲货 是吧 坐牢的坐牢 被抓了 被抓 是吧 被怎么样了就被处罚了就被处罚 但是我带的整个团队 我从来没有让他们去做过商天害你的事情 也没有让他们卖过假货或者怎么样 是不是 你看大连上那拨人被抓的时候 人家那个网信办 是吧 呃 还有那个网请都来到我们公司里面了的 啊 就一系列的检查 但是 是吧 小栋没有带他们做过任何违法违规的事情 我没有 我觉得我在这个道德上面 我觉得我是能说得过去的 如果我真的像其他的一些老板什么的一样 那我带他们卖点假货或者怎么样 那请不是要赚翻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企业 一个企业 你不能光顾着挣钱 一个企业你必须要有良心 没有良心 你这个企业再有钱也没有任何的用 是不是 本身我们就是受过大家的这个互联网的庇护啊 也 也因为这个互联网 让这个互联网给我们送来过温暖 所以说 我们支持互联网 注视互联网 所以说 我们也要报答这个互联网 其实说白了 咱直播间现在3400 3500个家人 对不对 又有几个 又有几个粉丝 真正在现实当中 见到过我呢 就是 百分之零点一吧 说实话 真正在现实生活中 见到过我的人 只有百分之零点一 大家都是通过这个互联网 通过这个虚拟的这个直播环境 直播的这个渠道 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了这个小冬 也让大家认识到了乌之末 认识到了一种 认识到了其他更多的人 是不是 你们跟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没有跟我任何的血缘关系 你们也不是我的什么 我也不是你们的什么 但是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上面相识 相认 你们把我当成你们自己的孩子 我把你们当成自己的父母 所以说 在大梁山 所有的网红都在卖假货的时候 我陈晓东 没有去卖假货 因为你们是我的衣室父母 你们是我的衣室父母 我不可能去 不可能去坑我只不见到每一个家人 不可能去坑我只不见到每一个家人 如果我真的像其他主播一样 说实话 我真的早就挣到钱了 我何必混到现在这个模样 说实话 我有130万粉丝 那直播间至少有个3000人支持我 是不是 至少有3000个人支持我 对不对 是不是 家人们 你看梁山那些网红都被抓 被抓了被抓 账号被封了被封 你看到我带的每一个人 哪一个账号被封了呢 家人们 没有一个账号被封 没有一个人被抓 也没有卖过一次假货 是不是家人们 我觉得这就是小冬的贡献 这就是小冬的贡献 这个就是小冬的苦劳 我是 对 你们可以认为 小冬王这个互联网就是为了挣钱 没有什么功劳 因为我是为了挣钱 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 如果真的没有我 你们会认识到 其他的主播吗 我想听一下我直播间家人们说的话 如果 如果没有我 陈小冬 你们会认识吴之墨 你们会认识阿世墨 你们会认识易总 你们会认识阿宁 你们会认识西宁 你们会认识小号 你们会认识方经理 你们会认识吴先生 没有我的话 你们会认识这些人吗 啊 你们会认识这些人不 我在直播呢 不要不要打扰我 对 你们都不可能认识到这些人 包括你们所知的一些很多人啊 大娘上的一些网红 他们全是小冬培养出来的 哪怕不是小冬培养出来的 都是小冬提了这个意见之后 让他们才去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说我不仅带火了我的整个团队 我还带火了其他很多人 你们现在大娘上你们所认识的每一个组播 你们可以把你们可以把他们打到这个公平上面 哪一个没有受过我陈晓东的指点 我敢说这个实话 我敢发誓 我发誓 娘上你们大部分认识的主播 全部都是受了陈晓东的指点 让他们 他们才去做这个互联网 燕安 我就这么说吧 燕安当时 他还没有做这个视频 他还在带着几年一新 在那个山里面卖货 知道吧 卖山货 是我让他去模仿我 模仿我这种视频去拍摄的 这有什么假话吗 真实的 躲了吗 包括还有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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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其他人 包括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吵来吵去的 是吧 各种各样的 哪一个我不认识 全是我认识的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 燕安 它是在我之后拍的 知道吧 它是模仿我的视频拍摄的 啊 这个说实话 当时做这种视频的有几个吗 我算是最早最早一个人做 最早一个做的了吗 是不是 其他后面都是模仿我的 知道吧 其他后面都是模仿我的 只是我这个人呢 就是不太顺利 说实话 不太顺利 这个婚姻出现了问题啊 所以说让我 啊 遭受了这个挫折 不然的话 我相信我现在混得比任何一个人都会好 真的 我真不骗你们 我会混得比任何一个人都好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真的视频 没有什么假的视频 很多视频都是假吸了以后 真做 知道吧 先是假的 后是真的 啊 这个你们所打的这个 呃 这个清晨打的这些 啊 没有一个不是 不是小冬 没有收过小冬的指点 说实话 没有收过 你们可以去问他们 知道吧 你说你是不是收过陈小冬指点 如果他敢说不是 那说明他这个人没有良心 我在2017年的时候 就又有230万粉丝 我在20 2017年的时候就是有230万粉丝 2017年的时候 我就上过什么新闻 知道吧 你们听好 这个雪年花 你们打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受过我指点的 没有我 就他们就不会 不可能去玩这些互联网 知道不 懂了吗 人没有钱 所以说 说实话 我对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 做互联网 这个我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说实话 因为有了我 才会有更多模仿的视频出来 有了更更多的模仿的视频出来 才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了更多的就会就业机会 他们他们才能去挣钱 是不是 我算是我们这边最早一批了吗 是不是 清晨这些打的这些 全部都是受过我 全部都是受过我 指点的人 没有我们 他们不可能做这个抖音 懂了吗 我是推动 他们做这些事情的人 懂了吗 而我的话就是 我把他们扶起来了 然后呢 我就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是吧 一是这个婚姻的事情 因为婚姻的事情 然后导致网报 然后让五周末我们两个没有办法继续直播 就会拍视频 觉得怎么说呢 能力啊 双能力吧 我觉得小东是有的 说实话 双能力 小东是有的 如果论这个能力的话 我正不如吹牛 现在玩互联网的三五个人 加起来能力 不会超过小东一个人 我真不骗你们啊 我做出互联网 我做了八年了 我真实的 真真实实做了八年了 我从以前 我在农村里面很穷的时候 就开始做互联网 做到今天 我没有任何人教我 我也没有去模仿过任何人 我都是自己一路打拼到现在的 说实话 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研究到现在 我不是任何人包装出来的 说实话 我玩互联网的时候 有些人啊 连鼻子都还不会开 我正不骗你们 别看我年龄小 这个跟年龄小 没有任何的关系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说运气好吧 其实我的运气也挺好的 我说我运气不好吧 确实运气也不好 说实话 我抓住了这个互联网的很多风口 我以前在另外一个平台 知道吗 我以前在另外一个平台做 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平台 230万粉丝 是整个 是整个啊 整个四川 数一数二的网红了 我算是 2017年 2018年的时候 我算是整个四川 整个四川 比我大的网红没几个 说实话 应该不会超个三个四个 啊 那时候比我大的 什么牛耳狗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他们都还没火 他们都几十万粉丝 那时候我 200 200 230万粉丝 很火了 知道吗 那个时候 很火了 说实话 但是 小冬这个人呢 不像别人 知道吗 我很不下心来 知道吗 我很不下心来 我也 我也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跟着别人一样 学着去 卖一些假货 去透露粉丝 我也没有任何 那么多的套路 说实话 啊 所以说猜讨是小冬 没有 做到像别人那样子 但是你说 小冬这个人脑子差吧 其实也不差 我相信我的脑子 是不比别人差的 是吧 至少在大多数人里面 我算是比较聪明的人 如果我真想 如果我真想挣 这些黑气钱 说实话 我现在最起码 上千万的资产 我这么不骗你们 是吧 我从一个粉丝身上 挣三千块钱 一个粉丝挣三千块钱 然后有三七个粉丝 三三得九九百万 是不是 比如说我有三千个粉丝 三千个粉丝里面 我一个人挣三千块钱 那就是九百万 对不对 我可以去接广告 我可以去卖脚货 我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然后去透露你们 让你们去买单 但是我 我就问一下 咱直播先锁一下 什么 我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没有吧 对呀 而且呢 我也是一只 一直以 一直就是 为别人考虑的一个人 当时我们乌猪末我们最火的时候 我没有想着我天天卖自己的货吧 是吧 我卖一场 我帮乌猪末卖一场 乌猪末他不会卖货 他不会奖品 没有人在他的账号上面买 那谁帮乌猪末卖的吗 谁帮乌猪末奖的品吗 全是我陈晓冬 是不是家人们 该说不说的 我没有太贪 我今天我卖了 明天我就会让乌猪末卖 而且是我帮助乌猪末卖 我不会让乌猪末自己去奖品 因为没有人愿意买他的货 知道吧 因为他不会奖 别人都不知道这个产品是拿来干嘛的 你们说对不对家人们 当时你们 买东西不就是冲着我陈晓冬吗 是不是 不就是冲着我陈晓冬吗 但是如今 还有几个人尽得我的功劳呢 如今还有谁记得我 如今还有谁记得我呢 就我直播间这些 三千七百个家人记得我 除了你们以外 谁还记得到小冬呢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今天晚上 真的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虽然小冬现在落魄了啊 混得不咋的了 但是以前在我身边混得比较好的 他们离开我之后 他们也没有混成啥样 说实话 也没有混得比我好 他们没有经历失败 他们没有经历任何的失败 没有经历任何的创业 但是他们现在混得还是照样比我差 我是经历了这个创业失败的人 先开心奶奶 谢谢 谢谢 今天晚上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我不知道直播间的家吗 你们认不认可 认可的话全部给我打一个认可 好不好 我今天晚上说的是不是句句都是实话 句句都是实话 对啊 所以说 很多人 说小冬是渣男 是吧 这个我也认 我为什么会认呢 现实生活中我不是一个渣男 说实话 但是我经历过几段婚姻 但是我只结过一次婚 首先我跟你们说一下 只结过一次婚 我只跟雪儿结过一次婚 然后前面有两个 基本就是耍朋友 说实话 耍朋友 借家长 然后一起吃了个饭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第一个老婆是父母介绍的 然后也没有办理结婚证 说实话 第二个是自己谈的朋友 然后呢 也没有结婚 没有你 没有 没有你结婚证 就只有雪儿 你了结婚证 说实话 人生嘛 就是我觉得年轻人 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耍几个朋友 其实也很正常 说实话 说实话